你現在聽到的當然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摩訊片收播,正安貝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能夠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直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多謝Sam CWS 多謝你 先說說其他事情 現在特朗普那件事還在發酵 不過我會密切留意著消息 不過現在在美國民情洶湧 尤其是特朗普的粉絲 基本上就叫大家投給川普 他現在很明顯這次的槍擊 如果有預謀的話 當然是一個選舉操作 如果沒有預謀的話 他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選舉操作 之後會怎樣呢?我不知道 好像跟陳水扁那件事是類似的 根據剛才提到的資訊 好了 現在講講另外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跟炸油有關的 為何說是跟炸油有關呢? 這就是在國內炸油機的銷量暴升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之前那些食安的風險 就是油灌車運裝 現在在國內引起恐慌 它引起恐慌是怎樣的呢? 其實在國內有些超級市場是即場炸油給你 它是有部機器的 它是炸油出來的 它有些黃豆、花生、即場炸油出來的 這就是在國內大的超市 就是有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之前也說過 這次的食安風險 實際上未必能夠救到香港的 因為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就是這些預裝的食油 在大陸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淘寶有那些炸油機買的 就是你扔一些油紙進去 它就可以炸油出來的機器 現在在大陸很多人都去買炸油機了 這個炸油機 在7月5日到7月12日 8日裡面的銷量 是飆了四倍 很誇張 飆了四倍 這是根據山東商報的報道的 那個數據 他就看到這個炸油機的搜索量 環比增長了22倍 銷量環比增長了四倍 現在人們買的炸油機是什麼呢? 就是家裡一家之主的男人去買這個炸油機 那些70後80後 其實當然想到一樣東西 這些炸油機 如果買了這些炸油機 就不用冒食安風險 其實就是 還有在淘寶 現在有些炸油機是500元左右 有些是750元 現在是很多人去買的 現在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近來當然是很多人去買炸油機 那 除了線上 線下其實也是搶購那些食用油 譬如在鄭州的東半來 他自己出品的花生油 葵花子油都賣了斷貨 現在還有東半來的人去搶購他們當地的食油 這件事其實在國內還未發酵完 為何還未發酵完呢? 其實有兩個動作 其實昨天我也說過 一定不是中央搞的 但是現在國內 是不知道為何有些人 是不知道為何有些人 就把責任放在中央那裡 其實有很多這些管治問題 是省政府要管的 或者市政府要管的 食安的問題 不是中央管的 中央嚴格來說不是管這些的 因為地方是有食品安全局 還有那個運輸部門 沒錯,中央是有交通部的 但是 那些運輸的東西 實際上是靠地方去管的 這些油灌車運輸的問題 就是可以食得的東西和不食得的東西 混在一起運輸 這個問題是隔幾年就爆發一次的 這次爆發得特別嚴重 為何呢? 因為它出來的資訊是多媒體的 《新京報》爆發的東西 它是有不同的媒介 譬如有視頻 有聲帶 根本上是罪證確鑿的 當然有些人出來說 《新京報》造假 其實我已經解釋過一件事情 它造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這件事情是 讚先生就說 《半冬來》是良心企業來的 可能我說錯了它的名字 這間的口碑非常好 是 這個是是的 但其實還有些人是走去 美國經營超市 美式超市 譬如 Sam's Club Costco那些買的 他們覺得有美國人把關就比較安全 但事實上 美國也發生過這些運裝事件 之前有網友也說 又是發生在賓州的 他就裝了化學品 裝完化學品之後 他沒有洗乾淨 之後應該是蘋果汁 然後蘋果汁是污染了 他是這樣 衰騰京說 食安問題就是要重判 影響民生旅遊國家營造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國內有些事情是很離譜的 我舉個例子 就是三陸那個人 三陸那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時候 有傳聞 就是說在習主席上場之前 那個三陸那個女人 就是負責三陸那件事的那個女人 他在習主席上場之前已經放回她 那時候是有傳聞的 那究竟是不是 我當然是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些傳聞 其實大家都不相信 因為我那時候跟這些 大陸來的朋友聊天 其實他是這樣的 判了她死贏 然後隔幾個月就判她死活 然後再終身監禁 然後再幾個月就放了 就是判了幾年 然後再判幾個月就放了 這個是傳聞 其實是不是 其實我也不清楚 其實就是 有一個說法就是 負責三陸的那個姐姐 她的刑期就到2027才會放的 其實就是 她這個人最初判了她無期徒刑 就是2009年的時候判了她無期徒刑 但是有些傳聞說她已經到處走 其實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所以國內有一群人 是從來都不相信國內食安的東西 即是生產出問題的那些 她是不相信的 她不相信她會嚴懲 一定要說清楚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難解決的 因為你有錢賺的話 就殺頭的生意都會有人做的 這就是現實了 那麼這個三陸當然她是 很有問題的 就是她那個 詐欺的姐姐田文華 她是很有問題的 這個讚先生就說 正常套路是這樣 進去坐幾年等熱度過了就搞病休 她是坐幾年就放出來的 在國內的人每個都是這樣看的 看到這些有問題的 食品安全事件 都是不會說嚴懲得很厲害的 為什麼國內人會有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都是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政府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 這些是很難改變的 為什麼我說很難改變呢 就是因為你真的看起來 真的沒有嚴懲那些 搞出食安問題的人 會不會殺了那些做偽劣食品的人 就是生產偽劣產品的人 會殺了她 在國內現在是很少的 就算是三陸的時候也沒有殺她 就是判她是無期徒刑的 就是我的理解 接著無期徒刑又減刑 減了有期徒刑 幾年之後而已 就是她是不斷減刑的 是不斷減刑的 那KW王就是裝了毒藥的杯子後 用來裝飲品 你敢不敢喝 當然不敢喝 但是這些事情為什麼我說 經常都會發生 那些問題就是 你那個價錢壓得太厲害 那個運輸價錢壓得太低 你明白嗎 那麼陳重波可能已經出來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說三六的單約 很多人都是覺得 都放了她 那麼問題是 一個這樣的油罐車 她裝了那些煤製油 之後她去裝食用油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把關程序呢? 你要問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她是有其他把關程序的 如果批貨入瓶的時候 她會驗到有問題 那麼她就會... 那批貨理論上就不會掉進去 進去市場 或者拿去做其他事情 但是... 當然你說會不會... 批批貨都嫌 其實我是有問號的 尤其是那些小的工廠 所以我經常都是說的 這些東西呢 現實就是 你根本都是... 很難完全消滅這個食安問題 雖然現在有些東西公開了 就是315那些 公開爆發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 國內始終都是... 有些東西就是... 沒有辦法... 跟... 即是... 那個時代一起進步 那... 就是為什麼我...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跟時代一起進步 因為... 始終都是那個... 我認為... 這是我的看法 他那個... 市場化... 即是市場經濟的東西 他是捏得太盡 當你很多東西捏得太盡的時候 就會出問題 其實你把焦點放在控制物價那裡 這些問題就會伴隨著出現 因為你生產的人都要計算自己的成本而已 譬如有一個指標的 就是你的物價不能升得太多 那你的成本是上漲的時候 那你當然是找辦法去減少一些成本的 那你一減少一些成本的時候 那他自然有些問題就一定會出來的 所以我就說有些東西跟時代沒有辦法一起進步 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 因為有些目標是定了 譬如價錢不能升太多 那接著他們想什麼方法呢 就是整個平台 就是壓低運貨的價錢 那好吧 你壓低運貨的價錢 那些人肯定是... 就是應該做好這件事的 都不會做好他的 這個是現實問題 喏 雖然說應該是當落毒案處理 不是一般成案罪 喏 那... 這個當然要有證據才行 CM James Ho 說 三六姓六的女人好像放了 不知道她放了多少個 總之就是說她們有問題的那幾個人 好像都沒事的 不過我老實實 具體是沒有人理的 為什麼具體是沒有人理的 因為事情過了很多年了 但是... 那些人的心目中 真的沒有處理好這些事情 那麼... 其實到了... 疫情之前也好 其實國內有些條件的人 都很少買國內生產的... 嬰兒奶粉 為什麼不會買國內生產的嬰兒奶粉呢? 就是怕有事 其實信心沒有回來的 如果是嬰兒奶粉的部分 但是現在... 出事的產品呢 就跟嬰兒奶粉不同的 就算是... 就算你... 父母不吃... 都一定要最好的買給子女的 但是食油這件事呢 就不是... 還有國內... 食油這件事呢 其實有很多... 都是原津外國進口的 是有這些產品買的 你去... 華潤那間... 超市就很多了 其實疫情之前也有了 因為怕地溝油 其實國內一直有些產品 都是有... 外邊原裝進去的 產品的 是食油和嬰兒奶粉都有 這兩件事呢 其實食安問題出了很多次 問題的了 食油就是地溝油 奶粉就是... 就是三六 其實三六那件事是08年發生的 人們到現在也是記得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小朋友 就是牽涉到子女 牽涉到子女一定會緊張的 有條件的父母一定會緊張的 那好了 就是... 現在是沒有了信心的 不過你說這次是不是很嚴重 我認為食油不會很嚴重的 現在是那些炸油機買得多的 但是那些出油量很少的 就是... 實情就是沒有什麼成本效益的 那好了,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講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就說不定了 那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在這裏 不然就不定 你就是用到你 來看你 看看你 你吃火車 好嗎? 我來看你 你拉開 你 好嗎? 我來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